大家好 我是鄭英傑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現貨以及五月期止今天再度震盪收高 中場現貨跟期貨都同步上漲了30幾點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整個五月期止今天的當沖走勢圖 今天整個五月期止呐呈現了一個震盪走高的盤勢 那今天其實行情幅度沒有很大 區間只有51點的行情 那值得注意的是現貨 導播請拉近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現貨今天很高興啦 終於看到五位數了 收在101點 漲了33點 那當然呢 投資朋友看我的節目的時候 你不要期待我會告訴你說接下來行情是往上看12000 還是說往回看8000點 這都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 其實看我的節目很簡單 我的節目的重點是什麼 在金融市場裡面 我們都來講錢的事情就好 現在都不用去研究行情怎麼走 那沒意義 沒意義啊 你聽我的意思嗎 有人一定會說這個行情上看12000 有人一定會說這行情會回測8000點 有人看多也有人看空嘛 所以你聽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嘛 你懂我的意思嗎 重點是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你要怎麼賺到錢 它的方法是什麼 金融商品它其實只是一個工具 什麼樣的工具 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它是用來賺錢的 你聽我的意思嗎 可是很多人都把它當作是解盤的工具 我覺得很好笑 這不管股票啦 選擇權啦 期貨啦 它其實都只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就好像一個廚師 刀子 還有烹飪的器具 都是它賺錢的工具 而不是要去解釋說這個刀子是怎麼用啊 怎麼樣 那個沒意義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了解的是要怎麼樣 在今天的金融市場裡面 透過什麼樣的金融工具 賺到可愛的新台幣 這個才是我們要了解的 所以我在這個節目啊 不管是我主持的亞洲奇王也好 或亞洲全王的也好 在這些節目裡面 額後我的任何一個節目都一樣 我只會跟你說來說錢的事情就好 我們來討論錢的事情就好 什麼叫做錢的事情 今天這個盤啊 萬點過後 到底怎麼走 我不會去管它 我只在乎在今天的盤 以及在未來的盤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賺到錢 那今天當然我們還是要透過選擇權 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做才能夠賺到錢 小資金大威力到底是什麼 其實一聽就知道 我們上半場要講的就是買方策略 選擇權的買方策略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到底能夠賺到多少錢呢 這個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那麼每一次介紹這個選擇權的買方策略 其實啊 我都很喜歡跟投資朋友來分享 分享什麼 投資朋友如果到現在你還不懂選擇權的話 如果你只是做一口大台的話 如果你只是做旗子的話 我們就用一口大台來做代表就好 今天的大台你就算再怎麼會做 我講過了你了不起就賺個51點 買最低嘛賣最高嘛 讓你賺一下51點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懂得選擇權的話 你不需要用到一口大台的保證金 你的威力卻可以比大台的操作還要更大 真的是這樣嗎 來開始來進入我們的選擇權操作 首先上半場我們永遠固定 講選擇權的買方策略 今天的選擇權買方策略怎麼做 來我們起來看一下 選擇權當充班 來各位 操盤資金30萬到100萬 每天至少帶你做一趟 周選擇權的買方策略 一筆單 請你至少給我下20口 老師20口好多耶 絕對不會很多 等一下我們來算一下20口要多少錢 你看了就知道 代進代出顏色停損 結算日不會色停損 好請注意聽喔 選擇權買方策略 它只有6天的時間價值 它是屬於高槓桿高風險 當然做對的時候它會高報酬 做錯的時候它當然是高風險 但是它的倍數很大 高槓桿的意思就是它的倍數很大 高風險的意思就是 當你做錯的時候下面這裡有寫 權利金會歸零這叫高風險 當你做對的時候它的報酬也會很大 所以請你不懂的不要看電視跟單 那今天鄭老師的選擇權買方策略怎麼做 來直接看一下當沖班今天怎麼做 來各位 今天的當沖班在9點12分的時候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我們今天操作5月份的選擇權 5月份的選擇權下個禮拜三它就結算了 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只剩下4天的時間 為什麼4天 今天禮拜四結束了嘛 明天禮拜五一天 下個禮拜一二三 所以它還有4天的時間價值 那今天我們操作了5月份的選擇權怎麼做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5月份的選擇權 9950的買權 9950的買權 報價在54點附近這9點12分 5月份選擇權9950買權報價在54點附近 我告訴會員朋友 收到訊息之後完全不要管價位多少 直接試駕給他買幾口 買20口 各位有沒有看到20口 有些人被這20口會嚇到 老師20口很多 20口真的沒有很多 我算給你聽 來 今天的買方策略買進9950的買權 9點12分 我們在54點附近 給他買進20口 老師20口要多少錢 來我們來算一下 54點 選擇權跳一點跟小台一樣 叫50塊 你買他20口 其實你只用了5萬4 比一口大台還要少 一口大台的保證金要8萬多 你做一口大台的保證金是不是要8萬多 我們算8萬就好 你如果一口大台都可以做的話 選擇權你更可以做20口 絕對可以 保證可以 如果你自己有在做期貨的話 你只要有做大台一口的話 你認真聽啊 你只要做一口大台的話 你絕對能夠做得起20口的選擇權 因為他只需要5萬4 那老師 你這個54點來打破拉鏡 能不能真的 穿價成交買到20口 來我們跟各位對價對手 就9點12分 這個叫9點38分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9點38分 是多久以後的事情 20幾分鐘後的事情 這個9950買全 54點附近買20口 這在9點12分喔 來到9點38分 你看到什麼52點 這是不是一定買得到 好買在哪裡 買在這個地方 各位這個地方叫9點12分 這個紅色圈圈的地方 54點我們買20口 請仔細看 這是9950 5月份的選擇權 它叫9950的控 今天收在68 今天收在68 我今天就是請會員收盤價出掉 來我們來看一下 10點53分 5月份的選擇權 9950的買權 54點附近的市價部位 今天不管賺錢 或者是賠錢 無論盈虧嘛 不管賺錢或賠錢 我們一律怎樣 收盤價給它出清 收盤價給它出清 那今天的收盤價 我們剛剛看到了 來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只有60倍 沒有錯吧 那我們買在哪裡 54點 對吧 買幾口20口 來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54點你給它買20口 收盤的時候 這裡叫68 68點出場 這我忘了寫 我現在把它補上去 收盤收在68 我們就是在68點出場 因為收盤價出嘛 來 收盤68點出場 這邊寫的 補上去了 54點進場20口 收盤68點出場20口 5萬4 它會變成多少 6萬8 各位這個我想小學生都會算 它的價差叫1萬4 這中間有一個價差 5萬4變6萬8 它價差1萬4 相當於大台子多少 70點 哎呦 老師 這樣子來說的話 好像選擇權 真的比大台還好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大台 如果你買最低賣最高 好像只能賺51點 對不對 但是你做選擇權 你的資金只用了5萬4 卻能夠掌握到70點的機會 用更小的資金 掌握到更大的點數 這叫什麼 我剛剛寫的小資金大威力 各位 小資金大威力 投資報酬率相當於兩成半 25% 25% 所以選擇權 我說過 很多人其實不太懂選擇權 也不想學齊 我覺得這很可惜 因為選擇權啊 他比齊渡更厲害 為什麼比齊渡更厲害 選擇權比齊渡更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的錢 你來看喔 你的錢不需要像大台那麼多 大台一口是要8萬多 我們算8萬就好 選擇權你只要5萬4 大台你的8萬塊 你今天了不起做多 買最低賣最高就是賺51點 一口 那你這裡5萬4 你做選擇權做對的話 你有機會變6萬8 5萬4變6萬8 中間的價差1萬4 1萬4就等於大台的70點 這70點很顯然的比51點還要多嘛 這很明顯嘛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地方 我講過了選擇權一定要會 一定要會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你跟著我做就對了 當然這個電視節目 投資金語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宣導 今天的買方策略 1萬4 70點 投資金語 避免誤導不特定人 這一集要做個嚴正聲明 本節目內容是選擇權的策略分析節目 我們不招攬我們也不廣告 投資人自行評估判斷 節目中所有的策略模組分析 僅止分析所有策略可能之結果 並非論述操作績效結果 齊權操作報酬風險並存 無法保證確可獲利 過去績效不代表未來績效 那麼我想在今天過後咧 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選擇權 為什麼你要選擇曾老師 各位你剛剛看到 今天我們又戰勝了 買進9950的買權 5萬4變6萬8 價差1萬4 相當於大台70點 那麼回顧5月份到現在 每一天我是不是都在電視上跟你分享 我們的買方策略 我想曾老師到底值不值得你跟 可以來回溯一下 從5月份到現在 我們每一天的一個操作 今天各位我們買進9950的買權 相當於大台的70點對不對 1萬4 各位昨天呢 昨天買進1萬點的賣權 各位買進1萬點的賣權 這選擇權策略班又有價差1萬塊 相當於大台50點 這5月10號 我每一天都帶你看 5月9號選擇權當充班 9900的買權 51變89價差38000 各位這個都是小資金大威力 你看看小資金大威力 這報酬率六成 再來喔 5月8號那一天賠錢 我有沒有不講 我照樣講 損失6000塊 我還算給你聽 我們買在45結果收盤39 輸了6點 但是因為我請會員買20口 所以賠了6000塊 這5月8號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 你會發現我的操作都是 用大賺小賠的觀念來帶會員做 再來往前看喔 5月5號咧 各位 4萬2變7萬2價差3萬 你看看對的時候都是這麼恐怖 150點 再往前看5月3號 4萬塊變5萬5價差1萬5 相當於大台的75點 再往前看5月2號 5月1號是勞動節放假 我們看5月2號 39變5萬4價差1萬5 相當於大台值的75點 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 你可以驗證我的每天的操作 可以很放心的跟單 那現在我也講了 很多投資朋友都知道 再過兩天就是母親節了 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有一個大優惠 我最近每天都會講 因為這個實在是實在太划算了 我不告訴投資朋友 我真的覺得對不起投資朋友 怎麼說來 母親節的大優惠 投資朋友你一定要來問 你不問的話 你真的會很可惜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不是有在帶期貨嗎 期貨的當中訊息 有三個月的時間 原本這三個月的時間 就要這樣子 現在 因為母親節的關係 我們再加上選擇權 各位 選擇權像今天的操作 你剛剛看到了 它可以享受到幾點的機會 70點的機會 這個叫做 錦上天花 我們除了期貨當中 三個月的時間之外 還可以再給你選擇權的訊息 三個月 你看看三個月加三個月 是不是等於六個月 六個月的時間 你說竟然只要這樣 這等於怎樣 變相的打折 你聽我講的意思嗎 本來一樣東西 它就要這麼多錢 現在我們再多增加這個東西 一樣都各三個月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活動的截止時間 它不可能太久 它只到五月十五號 五月十五號下午五點 這時間過了就沒有了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另外有人專門在做期貨的 仔細聽 他知道曾老師有一套軟體 叫做先人指路實戰系統的智慧版 如果說 你專門在做期貨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配 期貨的當中訊息 三個月 再搭配我們的軟體 這一套軟體三個月的時間 也是一樣六個月 你說選擇權 你可能比較不需要 你想要換成這個軟體 OK的 這是OK的 你懂我意思嗎 這是OK的 你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讓你搭配 原本一樣東西 三個月的時間 要那些錢 現在 除了一樣東西 再給你多一樣東西 讓你輔助 讓你的操作的依據 更強更穩 那這個價格完全不變 就跟一樣東西的價格一樣 完全不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有興趣的 歡迎利用中場資訊 跟我們做個洽詢 我們這邊稍坐休息 大家回到節目現場 謝謝各位 好消息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曾老師為了服務 廣大的投資朋友 除了棋子當沖 棋子波段操作 現在更推出了全新的群組 選擇權當沖班 選擇權當沖班 每天一定出手買方策略 每天至少操作一趟 風險有限 機會無窮 每天絕對都有倍數的機會 每天都有倍數的機會 今天開放各位一個歡樂驚喜架 今天開放給各位一個歡樂驚喜架 搶得先機 先贏再說 現在立刻來電 天天享受翻倍的機會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選擇權當沖班 讓你天天有倍數機會 全王 曾老師選擇權當沖班 天天出手 買方策略 風險有限 機會無窮 天天享受倍數機會 看著別人贏 不如自己賺 做對選擇 選擇最好 現在 立刻拿起電話 一通電話 保證驚喜 價格滿意 02 2578 3777 2578 3777 賺拳 贏拳 響音拳 當然要找拳王 曾老師 拳一之計 天天出手 拳拳相扣 通拳打電 以小博大 倍數翻滾 拳請天架 大拳在握 十拿九穩 我來回到節目現場 上半段講完了今天的買方策略 一共有1萬4的機會 70點的機會 下半場趕快來看一下我們的賣方策略 這個賣方策略其實我每天也都有在講 投資朋友你可以公開的追蹤我的操作 我的任何一筆操作 賣方的部分 有流倉 我一定會清楚的交代 來 選擇權策略班 操板資金要100萬到200萬的 選擇權的買方帶你做 選擇權的賣方也帶你做 這個部分 我們基本上賣方為了要贏取時間價值會流倉 會爭取更大機會 保證明確待進待出 請注意 賣方策略每一口保證金跟小台一樣 差不多啦 做一口賣方策略 他資金其實也沒有很多 就是跟一口小台的保證金一樣 那很多投資朋友對於賣方其實都 不是很瞭解 我覺得這個地方 投資朋友的專業真的還蠻弱的 這一兩個月來我發現投資朋友對於賣方好像很陌生 然後也不太肯去了解去學習 這一點我覺得我必須要講幾句話 投資朋友如果說你真的不夠專業的話 你可以跟著 放心的跟著我做 我不會去害你 而且我希望能夠提升你的專業 但是如果你真的排斥學習的話 我就沒辦法了 那在這地方我還是要講 這個選擇權的賣方策略 他一口保證金其實就只有兩萬多塊 他跟台紙棋一樣 做錯會追腳 所以請你不要看電視更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 追蹤一下曾老師的操作 我的操作是不是都很公開很透明 來 這個昨天講的 9850的賣權昨天收18點對不對 我們在18點放空20口 這昨天講的 我還告訴你全部流倉喔 請勿看電視更單 今天我們繼續來看喔 10點05分 倒不拉近 5月份的選擇權 9850的賣權 我們放空在18點的20口部位 為了贏取時間價值 這20口要幹什麼 全部流倉 你來看一下喔 這個昨天在18喔 我們在18點放空喔 今天給他剩7.5 這馬上賺 只有一天而已 他就像0的地方賣進 只剩7.5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9850的put 來啦 倒不拉近 不要說我講的 你自己看 剩下7.5 這公開操作你可以看啦 這空在18點20口 全部流倉 這昨天講的 今天只剩7.5 今天繼續流倉喔 我還沒有要跑喔 7.5 我要讓他歸零喔 這筆權利金我要收他 18000 那另外一頭我們當然 我們也有做這個10000點的這個買權 我們去賣出這個10000點的買權 我們來追蹤一下 這昨天嘛 昨天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在30點放空20口 這昨天5月10號 10000點的買權 收盤價昨天28點 我們在30點放空20口 是不是流倉 這一筆我今天小賠 給他撤退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現貨已經來到1萬點了 這個地方我不會跟他賭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貸進一定要貸出 這今天在哪裡出 在10點10分啊 各位這在10點10分 我就給他出掉了 5月份選擇權1萬點的買權 我們放空在30點 不會市價平倉 貸進貸出 這個你說貸在哪裡 我直接告訴你 大概貸在40點 我們空在30 然後在40點補掉 這小賠10點 賠的我也講 賠的我不會說不講 也不交代 不會這樣 這邊不是垃圾 你聽我的意思 來 今天出清了 這邊顯得很清楚 1萬點的買權今天出清 10點10分 市價出清 貸進貸出清楚明確 選擇權策略班 這小賠10點 但是我們還有一筆單 目前是賺錢的 這一筆 全部流傷嘛 這賣方策略嘛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到收盤 其實也差不多啦 跟我們停損的價位差不多 我們10點10分是在這裡出掉 這裡大概是40 今天收在41 講完了今天所有的操作 上半場你看到什麼 買方策略 小資金大威力 今天享受到14000的機會 下半場你看到了 我們做賣方 也幾乎都是站在勝利的一方 所以在這地方 我講過 雖然 鄭老師不是百分之百 一定每天一定贏 像今天的這個賣方 有一筆是停損掉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 鄭老師的專業 絕對有把握帶你在這個市場上賺到錢 只要你怎麼做 我講什麼你做什麼 我最怕遇到什麼 你知道嗎 很多投資朋友跟著鄭老師之後 第一個 對我們的指令 有自己的想法 這個我就沒辦法 什麼叫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我叫你做這個動作 然後你有所疑惑 你沒有去做 或者是做了之後 也許我做錯了 我認賠了 但是你們在那邊凹單 不認賠 最後賠更多 這個是不是投資朋友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我做對的時候 我明明是大賺的 可是投資朋友 或者是會員朋友 因為自己的想法 賺一點點自己偷跑 像這種情況很多 所以說不要這種情況 基本上我是可以帶你賺錢的 那麼講那麼多沒有用 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母親節就快來了 這個好消息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母親節的大放送 母親節的大優惠 你一定要來問啊 真的 不要讓你的權力睡著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曾老師 旗子的當中訊息有三個月的時間 要給你之外 還要再加上 選擇權的訊息三個月的時間給你 這兩個加起來其實是要六個月哦 你想想看六個月只要這樣 這夠低了吧 這個門檻夠低了吧 所以這個活動時間很有限 他只到5月15號的下午5點哦 我必須要老實講 這個就是真的 我在一而在 我電視節目上會講那麼多遍 就是很多投資朋友 都會常常忘記我們的截止時間 2017年5月15號下午5點 這過後就沒了哦 仔細聽哦 那當然有人專門在做期貨的 你也可以怎麼樣 期貨的摳訊 再搭配這套軟體 先人指露智慧版 先人指露實戰信用2017的智慧版 你可以用這三個月 期指當中訊息三個月的時間 再搭配這個軟體 三個月的時間 或者你可以期指的當中訊息 再搭配我們的選擇權三個月 都是三個月加三個月 你聽我的意思嗎 想要贏真的要把握這次的大優惠 你可以用最低的門檻 得到兩樣商品 你看多麼划算啊 所以是不是該趕快採取行動 好好的把握利用中場資訊 不要再想了 真的馬上執行才是王道 最後祝大家明天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見 謝謝各位 請自願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